大家好,我是老李 今天老李来到了我们当地水库下游闸口的位置 老李在家用这个油壶自己制作了一个捕鱼神器 待会儿让老李把这个捕鱼神器扔到我们这个水下 看能不能捞到什么大货,搞点油耳回家 现在让老李把这个诱饵放进自制的捕鱼神器里 这个草在我们当地叫珊瑚草 在你们那边叫什么,评论到下方留言 这个珊瑚草有很多食草的鱼类 它是非常喜欢吃的 然后有这种苔藓 也是对这个草鱼有好的捕捉作用 这种鱼苗啊,它是对于这种野生的这个 像黑鱼啊,什么鱼是有食肉 野性非常大的这种水生物 可以用这个鱼苗 刚才已经放了一些 现在让我们啊,把它扔进去 看能不能搞点什么野味和大货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已经下沉了现在啊 让我们期待一下,看能不能 试一下,能捞出什么大货呢 现在让我们把它捞上来,看一看 我去,你 看哪里捞到了什么宝贝啊 捞到了这么大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步鱼神器 它只能进不能出 捞的时候是 它出来是非常困难 看 捞到了这么大一个 这个是乌龟 这个应该有一斤多重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